大家好,我們是白色之聲,我是白編 以下是柯文哲7月22日至7月26日的一週事蹟 本週一,柯市長與陳慧中討論協助日本至本市的休學旅行計畫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說了改變我們數年後的未來 我們相信教育的交流最後終將成為外交的基石 讓青年彼此友好,而青年終將改變自己國家的未來 也許短期內我們的外交沒有辦法突破現狀 但我們可以試著去改變下一個世代 而我們努力改變的現在,是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讓我們一起努力 本週二,一場每小時雨量超過78毫米的豪雨 讓台北市受到水壞影響 但是,海綿城市的承諾並沒有被打破 因為所有的雞煙水都在一小時內退去 儘管如此,好,要再更好 今天早上,市長與消防局、公務局、水利處 就淹水地區、淹水速度 檢討昨日的災情狀況 柯市長常說,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 透過整合資訊系統 讓每一次的水患都可以做比較 柯文哲市長,馬上檢討出 東門捷運站與小巨蛋周邊需要加強 因此,我們會透過挖掘寒道優先處理 本週三,柯文哲前往翡翠水庫 主持翡翠原水管工程洞土典禮 自從104年蘇迪勒颱風之後 只要遇到強降雨 就會影響南西西的水質 進而影響市民 喝到髒水 淨水廠為了避免停水 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而唯一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從翡翠水庫 開闢磚管到淨水廠 過去三年 柯市府致力於解決還評、經費的問題 同時感謝新北市府與中央的協助 讓這項高達20億的專管工程 終於能夠順利破土動工 本週四 柯文哲出席台北市準公共幼兒園受政記者會 柯文哲指出 國家幫你養太困難了 因為國家沒有這麼有錢 但是如果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一起養 就比較可行 畢竟小孩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每一個孩子都應該視為我們的孩子 用公私協力的方式來處理 台北市目前有公佑153家 非營利的37家 總共共化89家 有53%的小朋友可以進入這個系統內 柯市府的目標是70% 未來會更致力於讓小朋友獲得更實惠 也更優質的教育 本週五 柯文哲上午在市府主持 108年第七次交通會報 一至五月交通事故 30日內死亡人數為2.22人 均為6度最低 對此柯文哲強調 雖然數字是6度最低 但是死亡人數較過去來講是上升的 必須釐清究竟是大環境導致6度都上升 還是僅由北市上升 以及其中的原因 我們才能擬定方向進行改善 現在的政治常常是自己爛 就說前朝比我爛 但是真正的執政不是跟別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 每個城市的空間、時間、背景都不同 因此唯有超越自己 才是真正讓城市進步的動力 以上就是柯文哲7月22日至26日的一週事記 我是白編 我們下次再會